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一位热衷于教学的线上英文工作者 那当然凌文老师主要的工作是教升大学补习班 高一高二高三,今年已经迈向第20年 所以在热忱之余,觉得要做更大的事情,更大的梦想 这梦想就是希望能接触,透过网路接触更多的热情 热衷,能够想提升自己用英文国际观的朋友们 那梦文老师的APP下载,你可以在Android跟iPhone手机 很简单,就去Google Play或App Store下载林薇老师微风的微 下载下来之后,你发现下面有六个选项 往右手边滑,总共有24种 其中有七个是上面写一个钱的符号 这代表它是付费的课程 相信梦文老师,梦文老师收费都非常的低廉 我真的是用公益的心情在经营一个永续的事业 Sustainable business 那梦文老师的APP更新方法很简单 你就抓着你的手机在梦文老师的手页 用力摇晃,他就更新了 你就把每天的事情就重新更新一遍 梦文老师从周一到周五都会更新很多的文章内容 可以了解梦文老师很多的课程 不过真正的讲解是在付费之后才会说明到的 那透过的方式就是YouTube 所以梦文老师已经上传1000个课程了 你看到荧幕上1174个课程 每个课程5到10分钟之内 你看到没有 这边电影学英文6分钟 Time.Do 8.5分钟 一混淆单字4分钟 它比较短一点点 单字王8分钟 说文解字8分钟 这样各位可以了解了 所以梦文老师很多的课程 所以你要知道 梦文老师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就把它做到好 尤其今年三月底 梦文老师的APP成立就一年的时间了 从推出的课程中 去年4月10月份开始到现在 梦文老师在5月份要开始更大的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当然你也知道 跟工程师跟美编合作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 梦文老师推出的第一个课程 教导各位朋友们 我想多人到了大学 到了就业 不知道怎么去看New York Times文章 看Time杂志 对不对 看什么文章 看什么内容 尤其再加上现在是忙碌的时代 CES消费电子载也说过 Born Mobile 我们出生时就是行动的年代 请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对不对 随时学习 随时自我充实 你发现的薪水 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 梦文老师来介绍一下 我讲解的方式 New York Times呢 双文解字就是New York Times的文章 你订阅这个课程呢 梦文老师会寄给你 他的整篇中文翻译 再加上这篇文章 英文的内容 再听到梦文老师 5到10分钟之内讲解 抓个概念就可以了 又可以复习单 就可以增加国际观 好 Chinese investors have anointed 坏购 carvers and collectors prefer to turn organic gemstone Smuggler however used a gruesomely straightforward name for the recently harvested African elephant task and find their way to the remote trading outpost on the Vietnamese border 哇 单子好多哦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什么叫border 看得出来吗 border 你有没有听过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心里懂吗 叫五国界医生 不过五国界医生 一般常用是另外一个字 F-R-O-N-T-I-E-R 我看有没有出现这个字 有 你们看到没有 这边是frontier 这里是边界 可是为什么要讲到border呢 因为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在发语就知道 NSF就是五国界医生 叫Medsansom frontier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出现 五国界医生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看看能不能转成法语的方式 那就更好了 没有办法转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转 OK 好 我们觉得我要把它转换一下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你会发现到 叮叮 刘云老师把它转换出来了 Medsansom frontier 我们听听看发音 Medsansom frontier Medsansom frontier 你们看到五国籍医生 好 我们把它转换回来 所以我们这样学语文呢 都是一点一点的累积 所以 这凌文老师第一个帮手 就所谓的 现在你看到的线上字典 凌文老师一打就出来了 好快 另外一个就在这里 就叫做 就叫做Google的翻译系统 第三个呢 在这 凌文老师的光碟字典 我打一个字borders B-O-R-D B-O-R-D 那 你会发现到 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 凌文老师就靠这样 一点一点的累积 看到更多的单子 比如说 Will you stop at borders? 你在边界什么被拦下来 好 这边border可以当动词 你看 Bordering countries Bordering counties 这边 临近的 附近的 周遭的 很多的用法 border 这样可以了解了 所以凌文老师有三个帮手 来帮助我讲解文章 就知道凌文老师讲解 都想了很久了 我想说 对啊 如果我可以把 已知的得到复习 未知的 你再快速知道一个概念 在熟能生巧 慢慢看文章 尤其我就觉得 哇 有人能讲解上字天文 下字底 那么多东西 不记得英文 那多好的事情啊 订阅 我也想要订阅呢 好 一会儿要单子 一样周一到周五 这边你会发现到 长得多好像 demand command comment command recommand 有什么差别 你订阅我才会告诉你 他们的差别啊 单子王 单子王顾名是以讲解单子 但是呢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太非当期的杂志的文章 这边介绍一个大事呢 在梵蒂冈 有没有 我们的马总统呢 还特别跑到那边去 参加他的这个登基典礼 旧职典礼 对不对 好 Francis 方济 好 Argentine呢 Argentine Cardinal Cardinal这个字有意思哦 我们看要翻一下字典 我们先看Google翻译好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内容 大概知道了哈 那再来呢 这个字呢 可是你翻字典 它代表是一个颜色耶 你会猜什么颜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 Cardinal 颜色呢 在这边找到哈 他首先是一边说一个 A priest of a high rank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我想之后可以了解 对不对 好 Cardinal 好 再来的话还有什么用法 好 再来呢 我也没找到 找到那个颜色 那个我大概记错了 我们看一下Cardio 什么意思啊 Cardio是 of the heart Cardio Vascular 什么意思啊 心血管疾病呢 这叫Cardio 所以我们想备单子呢 有很多的方法来慢慢瞧 譬如说 我们看这边有更详细的用法 好 Cardio Vascular Cardio Vascular Disease 是叫心脏 心脏 心血管疾病 好 那我再讲个东西 叫的CPR CPR 各位有听过吗 这叫的心肺付诸素 就叫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好 我看这边有没有讲解 有 你看到没有 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这叫心肺付诸素 那什么意思呢 代表Cardio是心脏 核心的意思 中心的意思 所以它会叫书肌主教 是这样来的 懂了吗 所以Cardio就是心脏 代表它最重要 书肌不就是这样的概念吗 它会这样翻出来的 所以你听刘文老师讲解 你不觉得一个单有讲这么多的单子呢 好 所有的六个课程呢 七个课程都是周一到周五提供 就第七个多一天 那Tai.du 这有没有什么好说明的 就是Tai杂志嘛 订阅2340块钱 学生特别跟我讲 那价格每年都在变动 那Tai杂志很多人想了解 因为剩下一个学生跟我讲 他的同学呢 订阅Tai是因为为他赠品 他们赠品好棒哦 学生是为了赠品来买杂志的 可杂志都看不懂不看 所以很好笑 我看打开了第一期 第二期根本不会想打开来了 这本钱是Dollars and Scent 嗯 猜猜看什么意思 Scent Economist这个字 是李文老师最爱的其中一本杂志 除了哈佛商业评论以外 那为什么李文老师没有讲解 哈佛商业评论呢 没时间了 李文老师录这个就已经命都去半条了 经济选杂志订阅一年份的话是7000块钱 你想想看三年多少钱 李文老师决定你通知我 欧卫金确定订阅六年了 我本来想订阅九年 他说他不让我订 因为他们未来会涨价 他当然不希望我订那么长的时间 包括至少保了六年 对不对 也是花一笔钱的Economist 那这么贵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杂志 我来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了 我们待会看网页同时李文老师讲解 经济选杂志呢 这本杂志最特别地方是 他会给你 我还是打一下比较好 经济选杂志最棒的地方 是他会给你朗读档 那一整本杂志给你朗读就很方便了 那本杂志就好像以前我们的看杂志一样 有看文章有听声音 这种感觉多方便了 对不对 画面没有出来并没有坏掉 是因为他现在在进入网页的部分 好 那你们在右下角会看到 他出现他的那个杂志的封面 大概应该有看到了 好 我把它稍微瞧一下 你看到没有 这次介绍的主题什么东西 哦 他要 也过来 你看到没有 America that works 意思说美国还是会成功的 那会到什么结果呢 当然我也不能跟你说明 只能说这经济选杂志 它是没满棒的杂志 我们再回来 也就是说经济选杂志 除了有朗读档 再加上文章以外呢 还有联网老师会把广播节目里面 他每一周会探讨 这一期最终四篇文章 就导读的功能嘛 我觉得这样听得真好 联网老师把你整理起来 你看到没有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这个杂志很具细迷的 非常丰富的内容 好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Leaders 代表Compativeness United States 就是今天文章的标题故事 Cyprus 塞浦勒斯 Israel Palestine America Indian Technology Firm 是Pope Francis 我们刚才今天才讲过 教宗嘛 对方济嘛 好 再来呢 还有你看右手边 还有什么东西 Special Report America's Competitors 美国的竞争力 他就详细的探讨 这么多的文章 Business 对不对 好 那再加上呢 United States 美国 France Finance Economics 好 这李文老最爱看的就是 Asia 亚洲 还有呢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没办法 就看文章太多 你看怎么看得完 它是周刊呢 China 对不对 好 后面这个是普文 就谁挂的 不要管它 好 Middle East And Africa 那这边还有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哇 很多的内容 像这么多 啊 我想要看 哇 太棒了 怎么看得完呢 所以李文老师会鼓励你 这么多的东西 你只要订阅李文老师 这个经济学院杂志 一个月100块钱就可以了 好 我就给你20篇文章的讲解 多好啊 我们看下面 Movies 电影 巨人 战绩 好 Jack and the 对不起 Jack and Jack and the Giant Slayer 好 这个你慢慢听得懂概念就可以了 好 这因为SLA的话 就是宰杀 所以他叫巨大的巨人呢 好 反正杰克大战巨人 那李文老师讲解电影 讲解71部了 通常一部电影会讲解三遍 会找网络很多写部落格的高手来讲解文章 让各位得到最好的效果 好 接下李文老师呢 第七个课程推出的是叫做 画天说地解单字 讲解的是字尾字 有IOR结尾的字 想想看 这不错哈 李文老师呢 就高中这么认真的研究 发现 哦 IOR结尾的单字 大概有八个 你知道哪八个吗 我只能给你提示 两个你国中就背过 一个Junior 一个Senior 好 讲到为止不讲了 这个课程最特别 他是具有MP3 具有MP3 那加上呢 我跟学生对话录下的东西 再加上一个精致的数位卡片 可以放在手机慢慢看 学习就是随时 好 李文老师呢 就联络方程简单 就零微et 小老鼠 gmail.com 然后李文老师会很高兴的 把这个画吧账号 寄给各位朋友们 再加上呢 你可以到 李文一T 李文老师的line账号 来跟李文老师询问 英文问题 我很乐意回答 所有付费学生的问题 其他同学 我想你问题也不会问我 李文老师就是 随时提供各位 这么多的资讯 欢迎您订阅 购买 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